70年来国宴打包第一人 全红缠国宴后将剩饭剩菜打包回家 引发关注 大家好我是倩宇 今天我们来聊一位可了不得的人物了 他不仅在跳水台上 如飞燕般的轻盈赢得了世界的掌声 还在国宴上干出了一件让全国人民都议论纷纷的事 没错 他就是这位被誉为70年来国宴打包第一人的全红缠 想象一下这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灯光璀璨 各界的精英汇聚一堂 桌上摆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佳肴 粤菜的精致 卤菜的醇厚 穿菜的火辣 交织成了一副副诱人的画卷 这不仅是未来的盛宴 更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 但是就在这场盛宴即将落幕之际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发生了 全红缠 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服务员要了几个打包盒 开始将桌上的饭菜一一的打包 准备带回家 这事一出来 整个网络都沸腾了 大家都纷纷猜测 这个小姑娘是不是脑子一热 或者是太过朴实无华 以至于忘记了这是何等的场合 要知道国宴 那可是国家层面的盛室 每一道菜都蕴含着深意 每一口酒都流淌着情意 怎么会有人在这样的场合下做出如此接地气的举动呢 一时间各种声音四起有人拍手叫好 认为这是前俭节约的美德再现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闪光 他们都说全红缠这孩子真的是诚实 不浪费一粒粮食 这样的品质难能可贵 的确在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 浪费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了 而全红缠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对这种习惯的有利反驳 但是有一些人也持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全红缠这样做虽然体现了节俭的精神 但也可能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 毕竟国宴是一个庄重而神圣的场合 这样的行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甚至有人担心这样的举动 会不会给他的未来的职业生涯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呢大多数的网友 还是站在了全红缠这一边 他们表示全红缠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已经用他的实力和汗水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这份土石和谦逊 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有网友就留言说呀 全红缠呢在跳水台上是冠军 在生活中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这样做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 更是对那些心情付出 默默奉献的厨师们的认可 都有网友呢将全红缠的这一举动 和央视提倡的光盘行动相提并论了 认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节约 在这个食物浪费问题 日益严重的时代 全红缠的这一行为呀 无疑是一股清流了 提醒着每一个人 无论身处何种地位 都应该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食物 当然了也有一些声音带着些许不解和质疑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国际大舞台上 全红缠的打包行为显得有些不合群 可能会让外界对我们的形象产生误解 但是我想说呀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勇气和真诚 全红缠没有因为外界的眼光 而改变自己的初心和原则 他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年轻一代的自信和担当 那么回顾全红缠的成长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从一个小山村走出的孩子 到如今站在了世界之巅的奥运冠军 这一路走来呀 他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泪水了 他的每一次跳跃 都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他的每一次胜利 都是对自我的超越和突破 而这份节约的品质 正是他一直以来都坚守的价值观之一 在全红缠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扬 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告诉我们 节约不仅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责任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像全红缠这样的人物 用他们的言行举止 引领我们走向更加文明 更加和谐的社会 所以当我们在为全红缠的打包行为 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时候 不妨静下心来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是否也曾经浪费过粮食 我们是否也曾经忽视过 那些先前劳动的人们 全红缠的这一举动 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 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和警示 好了 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留言 在视频的下方 我们来一起互动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